这个所谓的民族 这个只不过是那群人替他卖命而已 那群人拉出来的这个本地土著你腿子 他替他卖命 替他送死 替他上战场 维持他们的 维持这些权贵 维持到上层精英和贵族的统治而已 这种民族主义完全就是统治的幌子 是他们这群人可以炮制出来的 可以造出来的朋友 他利用本地的土克矛盾 说说话 就利用所谓的本地的土克仇杀 就把土克矛盾变成尼巴的这个民族矛盾 把这个只要搞出失山续海 生出大恨 那就说 那就是民族矛盾了 你不可调和了 对不对 想要和解和解不了 明白了吗 懂了吗 你们学 就是这个东西 我举个例子 就甚至就比如说我们解放战争的时候 比如说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力量没有那么强大 搞到什么广西那边了 然后举个例子 那个什么 李宗武还是谁 或者白崇喜 白崇喜可能本来就是本地土著啊 我说举个例子或者说哪个什么 就是哪个北方的哪一个什么 甚至他可能是是是另外一个民族的人 那跑到那边去割剧 拉当地的你腿子 拉当地的 就是这个东西很像谁啊 很像什么呀 就是如果是按照现代 就很像吴锐你知道吗 吴锐 如果你们知道历史的话 这相当于一个吴锐 You understand 李宗仁啊 李宗仁 李宗仁 就类似这种东西啊 他跑到那边就割剧 然后拉本地的你腿子 然后他渲染 他要抵抗外伍 他就说我们这是不同的民族 我们不是同一种民族 我们不是中华民族 我们是什么 我们举个例子 他说我们是什么 什么壮族人 我们是白族人 或者说我们是什么 什么什么族人 你知道吗 他自己也假模假样 学个什么壮语 或者学个什么白语 You understand 你们你们有没有想清楚 到底这个人是个什么人了吧 这就是我的观点 This is my opinion 这是我的观点 所以在我们看来 这个就是阶级敌人嘛 而且是纳粹的同路人 而且是做的事情 很多事情跟纳粹是一样的 他为了凝结他 他一定要设立对立面 所以他把那个什么叫卡 什么卡拉雷啊 什么的 whatever 那块地上的俄族 全都把宰了 种族清洗 你就是这种人 他就是代表了 欧洲贵族的残忍性 他为了实现他的军事政治目的 他可以不择手段 为了煽动起民族主义 民族仇恨 让让俄族和这个芬兰那边 讲芬兰语的那些人 那块地方 就让这些这个民族之间没办法和解 他就是说那我指派我的军事力量去搞这种种族清洗啊 让他变成血海深仇啊 卡雷利亚是吧 我没文化 我记不得这条东西啊 you understand啊 就是说这个是 我说的难念 这个是标准的政客 你知道吗 政治投机犯 政治投机分子 他为了设立国界 他不仅要设立 不仅要设立军事国界 他还要设立什么 他要设立民族仇恨的精神国界 那怎么样 怎么设立国界啊 杀 那么他手下控制了一群这个什么 他的尼腿子 受他的精神训练的 接受他的目的的 接受他的命令的 一群这个说芬兰语的他的士兵 他就是说灌输啊 你们是芬兰人 你们是讲芬兰语的 哎呀那些讲俄语的 正在杀杀请略 正在这个强奸里面的老婆女儿 正在杀戮里面的兄弟 把他们全都抓起来杀掉 然后搞个集中营 杀里面这十万几万人 部分男的老佑 杀 清洗或者这个 看上去不是杀 吃下去就饿死了 让他们 先把他们隔离起来 说这些人都不是我们自己人 我们要慢慢筛 他到底哪些是我们自己人 隔离起来 让他们饿掉 要变成血海深仇 血海深仇就变成这个精神国界 那么这群说芬兰语的 他就没有办法了 他他有罪了 有原罪了 所以这些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啊 产生都有一个种族仇杀的 互相仇杀的一个原罪 一定要通过和边界的其他民族 这个边界甚至都是很模糊的 他们是杂居的 混居的 是通过这种自然阶级政客的人为的隔离 人为的清洗 人为创造出来的 所谓的天然界限 明白吗 就是很多这种所谓的现代民族 是资产阶级 是这些统治精英 他很多的 他还不是自然 是封建贵族 反正就是反动力量了 他们炮制出来的 They made it 大型的 哦 你有玩过这种把戏吗 大致就明白了吧 大致就了解这种把戏了 换句话 就比如说 吴瑞 什么西汉时期的 他本来是哪里人 我不知道 长沙俊哪 他跑到南越去 称王 举个例子吧 或者说 秦朝 秦朝的有个什么 一个教位 然后就留在那个什么 那边 留在那个什么 南越 做了南越王 做了南越王 那他要 举个例子 他如果说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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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个割据 要 要 要 自保 或者说 在秦朝灭亡的时候 好多秦朝的贵族 都跑到那边去 都跑到投奔他了 那这个时候 他怎么样呢 他为了和汉 对立 对峙 怎么样 他就煽动 他自己下面的土著 去把他们 杂居的一些 汉人杀掉 血债累累 你们上了这条船 你们走下不去了 只能给我卖命了 对不对 有什么 这个技巧呀 但这个技巧 你说是这么好的技巧吗 这是罪恶的 这个比纳粹 不遑多让的 纳粹不也是这样的吗 那德意志民族 通通就是 他的青壮年 通通被洗了脑 去杀犹太人 所以一切罪过 都是犹太的 然后全都上了 纳粹的战车 他想我只能赢了 我输的话 我就被审判 我也被清算 我只能跟他 一条条走到黑了 明白了吧 这是一种纳粹主义 这是一种手段 这种自然阶级 炮制现代民族国家的 所谓的核心意识 把一切 他的生活的不如意 其实是阶级矛盾的一个表达 都归咎于另外一个民族 那些人 然后去屠杀 杀戮这些人 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 让 让很多是前现代的 让很多前现代的这些民族 其实主要他的兵源 主要是他的兵源 作为他兵源的这个民族 染上一个 染上一个罪孽 那只能跟着这个政治力量 一条都走到黑了 一条都走到黑了 只能跟着这个政治力量 一条都走到黑 明白了吧 这是个技巧呀 这个技巧就 我可以很清楚的叫做 这他妈就叫纳粹 这个技巧就叫做纳粹 这个资产阶级建国 有的时候不干净的 尤其是有独立割裂出来的 这种不干净的 而且他人为引导的是 搞集中营 我这个 所以他后面 他跟纳粹合作 让纳粹 他所谓的恢复这个 芬兰故土 他所谓的恢复芬兰故土 无非是再占一些战略 战略优势的一些地区 让苏联打他的时候 成本代价更高一些而已 他就占了一个便宜 对不对 这个纳粹去干他的时候 纳粹 打苏联的时候 苏联虚弱的时候 稍微守势的时候 那芬兰就占了一个便宜 一起特意的去打了 包括纳粹搞什么巴巴罗萨计划 曼纳海姆是提前知情的 他说他们是一种人 你们明白吗 他们是一种投机政客 所以纳粹本账是 小在一起的政治投机 炮制 炮制一个民族国家 他这种政治投机 就是把整个民族 那么多人口捆上他的战车 那怎么搞呢 就是一行在洗脑说 你们就是一个最纯粹的牛逼的民族 你们真屌真厉害 你们天然的多这么多伟大 多纯洁 另外一方面再说 你们所有一切的一切的苦难都来自于那个民族 把他们杀光 杀了之后 你们杀了之后 你们真棒 但是实际上是 你们只能听我的 只能跟我一条都走到黑了 否则你要被清算 这不是个技术吧 这不是个技巧吧 说穿了 但这个技巧只要玩起来 他就会数千 甚至说一两万的统治精英 他就可以驾驭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口 懂了 他就可以驾驭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口 因为这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口呢 他害怕被清算 明白吧 害怕被清算 那就跟着这些统治统治阶级一条都走到黑了 You understand 就洗头脑那套嘛 就这么就玩的 没有技术含量的 没有 真的没有技术含量的 这个东西 我说难听 这个东西 好多以前那种从土匪 或者说从那种小贵族 转化成大贵族 也是这样玩的 从小贵族转化成大贵族 也是这样玩的 一个什么流亡贵族 你没有玩过骑马鱼砍啥 你就知道了 一个什么流亡贵族 宣称他有哪块地盘 伪造一个什么狗屁文件 或者伪造一个狗屁什么 一个旗帜 我有一个什么遗物 他说 这块地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跑过去 然后语言都不对 我说的是高级的贵族语言 然后 你明白 然后让当地女主 给他当兵 然后 然后让这些女主持里面 比如说他这块地方 他说的方言 就带一点往上升的调子 说那帮 那帮人说话 他是往下降的 把他们干掉 他就 他就搞出自己的 小的一个公国出来了 他就在这里有一个 他的封建统治 统治的一个序列了 所以我说的 纳粹实际上是 是欧洲封建统治制度 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次反动 一次最后的反动 就造宣称嘛 说的难听点 就你妈 宣称 你妈 没技术含量的 造这个核心 造认同核心 造宣称 造凝结核 跟炮制的 就利用 利用一些习俗的不同 比如说隔这条核 那边他妈的头巾 是这样带的 那边一个头巾 是这样带的 干过 那些人都是邪恶的 他们这个都代表 他们 你协着带的说 这些人比较淫荡 要勾引你的老婆 勾引你的这个什么 把他们妖魔化 你看这些人 头巾是正着带的 你看他们虚伪 伪君子 头巾正着带 其实他们头 表面上是正的 这个脑子面全都是歪的 要把他们干光 You understand 就是封建贵族老爷 统治精英如何煽动底层 互相仇恨 然后犯下血债 只能跟着大哥 一条道走到黑 卧槽 你觉得 你觉得这种人 你说他是个现代国父 好 那我说